欢迎回到妄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集我许珊 另外还有我们的易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还有另一位主持也跳入来了 就是我们的真BC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财士真迪好 今集回来我们继续跟进加拿大救生艇的最新战况 如果你走到加拿大听证会的时候 如果还要这么大枝东西 这么串嘴 狮子开大口 竟然倒转过来 要向加拿大撕颜 我觉得这些消息被加拿大人看到 我觉得是相当震惊的事情 为什么会反过来 现在加拿大没有这班所谓的救生艇的香港精英 是否真的不行呢 真BC 你觉得 怎会不行呢 加拿大这么多移民 多到当地人都觉得太多了 我觉得精英 这个词我一直都比较怀疑 当然它有一定的质量 这是事实来的 但是真的这么精英的话 就应该不用担心这么多事情 我相信很多事情 大家甚至就给了一条线出来 有些人就讲讲究而已 那究竟是否真的可以在当地找到食物呢 我看回是有很多人找到工作 但是是否你心仪的工作呢 又或者是否你一个和香港差不多的工资待遇 工作环境呢 当然我相信是有落差的 不然 看回有个人叫罗绮竹说有移民的 那些人移民就不是为了这个是寻找更好的生活 为了可以在六四出来 这真是好笑的一天半日 就是为了那一天可以走出来 我要 我要 就是要这样 我不留在香港 大所说 好危险 李家超 搞定我 这些都是 其实很多事情是幻想出来的 很多事情是幻想出来的 包括在外国一些遇到不如意 当然他们就不敢说的 很多人都是 一来还没得到身份 二来就觉得你认识了 如果你移民的话 相信这个感激是救生艇计划 你说是否全部人得到正 我觉得不一定全部人得到正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看那个人有什么价值 是吧 稍后我们会分享一个白卡的个案 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他会去加拿大 原来是这样的话 我想加拿大方面 难怪都要考虑 我不知他了解到有多少白卡 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听证会也挺好笑的 你说是否那些自称加拿大香港精英协会的弹散 坐在那里谈谈 那又不是 原来是香港监察的加拿大版 去了帮他们去听证会 就着香港人管道 那些永居申请个案的职压去作供 见他这样的话 你代表了这些救生艇的香港人 他有大事 如果你这样的话 又不关你事 你只不过来代表这些香港人 你说这些东西 其实有没有得到那些救生艇港人 他们的同意有没有夹过呢 那是搞笑的 他就说了 一开始的时候已经砍头了 大约有6万个香港人 循着这个管道来申请永居 还说其中有9000个 在等待审批结果 再说原来有15%的永居申请人 已经等了超过一年 甚至乎 远超加拿大IRCC 即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 他们所说的平均优先处理时间 是6个半月 还没说完 就是乱是义政严持 再说 呼吁就着香港人管道的移民目标配额 还说未来两个月之内 要批核所有 记住是所有 在2023年提交永居的申请 哇 一定要批你吗 什么事啊 你什么事啊 这么大支也有的 喂 现在是加拿大求你啊 还是你求加拿大呢 两个月内 你究竟有没有用脑子的呢 别人积压了 又说这样那样那样 别人有问题 或者有什么情况等等 所以要慢一点 或者迟一点 或者未到你 那又怎样呢 不过看到现在说的数字 也挺搞笑的 那个IRCC就说 2024年那个人道及恩书类别的移民目标 就是13,750人 但就没有列明究竟有多少是撥笔 香港的 又不肯说了 总之 所有东西都在我手上 关你什么事啊 真bc 你觉得呢 那他会不会有什么 合理一点的回应 给香港监察N这些香港精英呢 你的回应 很简单而已 哎呀 我们已经尽力了 已经跌配了好资源 其实那些政客就给了一堆数字给你了 今年呢 已经给了不知多少加币的了 会尽快搞的了 那当然了 希望大家是等待了 因为呢 如果是我 就赖前政府 但是前政府也是现在这个政府 这个自由党政府 那现在我们呢 就有些人出来接讯了 就是说 我们呢 会反映到相关部门 也都很重视 不过呢 最后来就是等 这些 见过无数次了 之前 他们更加是 最搞笑的是 一二年 在黑客执政的时候 更加是 哎呀 对不起啊 你们等了吗 好搞笑哦 他处理方式是等了吗 哦 那我直接把他 这个申请全部 是准备了吗 不用等了 对啊 可以立刻走 你说得好 快点走 你这些人真是 神经的 我也多谢本台 一个前主持 家产生 他给了一条链子 咦 我想问 这么都可以 一二年的时候 郑敬基的政党 郑敬基的政党 这个保守党 很搞笑的 他们说 等这么久了 不用等了 什么 直接走 这个明明 你看到 那么多职业数字 就没有了 拜拜 这个是最快的 跟澳洲佬一样 澳洲佬也是 当时说 等这么久了 就是对不起了 退款给你 你没有经济上没有损失的 对啊 经济上没有损失的 这个好搞笑 其实这些新闻 我们有根有根 就是在一二年五月头的时候 当时这个下泊的政府 就是 对不起啊 你等这么久 我们就直接 是不要了 当时的这个 是移民部长 就是Jason Kenney 我之前节目介绍过 就是说 我们今部 我们有最新计划 一二年宣布 当然他就说 将2008年 2月27号前 送件的 但是未做最后裁决的 行了 既然等这么久 那就是正 就是他宣布的计划 就是 哦 那技术移民申请 全部作废 受影响有劣28万人 不用等了 拜拜 是不是很棒啊 这招 一一一一一 一夜就搞定了 不等了 不用等了 给你裁决裁决 你这样 逼得加拿大那么紧 和说到那么强硬 就是神经病 有没有可能啊 就是好像逼迫别人要快速批准 好像不批准你不行 那些 当然了 就算是退回什么钱给他 他们觉得 情感上 肉体上 精神上 心灵上 已经完完全全地 已经融入了加拿大 你叫我连根不起 再回到这个暴政的香港 有没有搞错啊 那我们呢 去到这个位置 一定要分享一下 这些斜人 我不知道他等了这么久 等到是斜了 还是他本身也是斜的 那这个斜人 他怎么说呢 又是那些 那些 他就说了 是这样的 我一直都很想移民 但是包括我身边的家人 可以用粗口来形容 说我自己要移民 自行 他们还说要回大陆发展 上天说 要移民 你自己来 自己来 是啊 到头来 移民加拿大这些 都是我自己搞定 不过来到加拿大 被被感情给人骗钱 上班吃死猫 我还没说过 他那次是否就是這樣 什麼 斜的 因為我看到他 他想斜的 應該是這樣 他的嘴巴也歪了 所以我用歪嘴的形式說出來 我很想和我一起走這段路 有人願意陪我 我想得到回應 很想得到真正的幫助 現在等來等去都未對到永巨 是的 我們一直孤單過日子 由哪一個可以回應我 喂 香港監察就幫了你 這樣有沒有幫 我想在他眼中就沒有人幫到他 因為你本身既然有這樣的狀況 沒有一個國家會收留他的 第二就是既然找了笨 找了笨就應該要學聰明一點 快點把握走人 雖然他說家人遲些會回大陸發展 又說好像很孤單 有個人就說 喂 你快去看精神科吧 他又會回去 他說你會怎樣 電話人有病 今天我老X窮都要當野給我錢 因為他申請永居等了很久 原來他媽媽就不知典當了什麼 勞力士還是雕徒 不知道 要典當 所以為什麼要兩個月內 我最怕連他媽媽也要出來做 來頂住他 然後就說我有便宜 那我就不會上網 對不對 很多白卡都懂得上網 那個打破了 駕駛墓碑那個 不是白卡 對不對 沒錯 我們還說這些都還不夠恐怖 這個斜人 這些斜人還教他什麼 受到有些人的看法 或者香港真的不適合你 所以來到加拿大才會遇到這麼多難過的事 但是我明白的 你來到這裡 這麼久都還沒拿到永居 我也知道是很難實現的 移民不是買球賽 不是就是這麼簡單 尤其是自己一個人來到的時候 真的太多太多的難處了 往好處想 可能你現在找回你真正的另一半 會不會好些呢 什麼 他已經這麼折袋了 還叫他找另一半 有誰會跟他 不要害人 先搞定自己 是不是 真的 這麼邪惡 我想先看看精神科 會比較穩陣 就是比我無意中 看到有一個這樣的 救生艇水泡圈 我看到他們在那邊聊天 我才發現 糟糕 難怪有這麼多斜人 如果在加拿大 他們發現 糟糕 原來有這麼多斜人 怎麼辦 怎麼辦 不要了 即押著 不要讓他們過了 有多少人 現在看來好像有九千多人 好 先停止他們 不要讓他們來 等他們 媽媽把所有東西都拿走 不知道會不會這樣 原來有這麼多白卡 不如我們今次看看 來到這裡 我們之後再看一看 加拿大究竟 在聽證會之後 會有什麼反應 其實他們聯署 聽證會 都不可以的話 我想快點會斜 不過他們又慘 這些白卡 回到香港又要去青山醫院 沒有辦法 既然他也是拿著香港身份證 青山醫院也要服務他 那斜的人就真的 不要想移民了 麻煩 不過再說 香港少了這些斜人 也是好事 那也是 這個太哲學的問題 大家留言說一下你怎麼看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